被十年前的赵薇惊艳到了!难怪黄晓明会恋恋不忘,特别是第五章。 众所周知的是,黄晓明的初恋对象是赵薇,而且都知道的是黄晓明就连是婚后队一直对他仍然是恋恋不忘的,而 众所周知的是,黄晓明的初恋对象是赵薇,而且都知道的是黄晓明就连是婚后队一直对他仍然是恋恋不忘的,而且甚至就是连是婚后都还是依旧公开表白赵薇,baby难道真的就不反对吗? 黄晓明和赵薇十年前两人是大学同学,而且两人当时还是同班同学,据说黄晓明当时来到学校的第一个见到的就是赵薇,黄晓明见到赵薇后一见钟情,到底赵薇当时有多美多有魅力呢? 让黄晓明婚后都依旧对他恋恋不忘那么多年,小编这就带你们去看看年轻时候的赵薇 后来小编专门找出了赵薇的上学时期的照片,上学时期的赵薇就算是在人群中也好,和别人同框都好,他依旧是最亮的一个,大眼睛标志的美人脸让人瞬间认出他来 后来赵薇还拍摄一部大型古装《还珠哥哥》电视剧,赵薇更是平级小燕子一角色火遍了整个大江南北了 这时候赵薇就更加美了 特别是第五章 黄晓明当时见到的赵薇就是这个场景 而且图中的赵薇简直就是童话里面的公主一般 精致的五官回眸一笑 被十年前的赵薇惊艳到了 难怪黄晓明至今 都是念念不忘 而赵薇现在无论是长相和地位身家都应有尽有 婚后的还跟马云学习 在世界各地都有经营生意 受伤还有多家上市公司 被誉为女版巴雷特 堪比人生赢家了 而一样拥有这样精致五官 而且又是人生赢家的不止是赵薇引人而已 平吉静媚在初爆的温帝侠 停不了的爱一句成名 经典不可超越风神版苏达吉 当时经典的长相一样不输赵薇 甚至他事业上不比赵薇还要辉煌 但是他却为了心爱的男人引退了娱乐圈 而现在的温帝侠不仅嫁入了豪门 而且还有一个疼爱他的老公 两人结婚二十年不仅恩爱还多金 两人更是圈中盘点的恩爱夫妻典范 事业完美 爱情同样双丰收 跟赵薇人生赢家平起平坐 转眼时间正在匆匆流逝 女神引退娱乐圈后 没有更多关于她的消息往外流出 如今温帝侠已经52岁 改变的只是时间 而她却仍然可以保持20岁少女面孔 网友羡慕到所求52岁温帝侠的保养秘诀 而赵薇同样嫁入豪门和温帝侠一样 坐拥上一身家成为阔泰 两大女神放在一起的时候 温帝侠依旧还是青春气息十足 但是赵薇凡儿有些显老 温帝侠洞灵更是令人重返20岁 小编觉得和祖光和黄晓明的眼光都不差 黄晓明虽然没有娶到赵薇 但是和祖光却娶到了温帝侠 有这样的女神天天陪在身边 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你羡慕了吗